今天叫林韋哲,有沒有什麼話想對他說? 不好意思,小心小心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長達兩年馬拉松式的官司 清風再也無力做出任何回應 面對昔日恩師,也就是他的前經紀人林韋哲 控告他違反著作權,趕盡殺絕 讓清風感覺像是第二次經歷失去父親的過程 可以請教今天林韋哲是告你什麼嗎 加上蘇打綠的另一名團員心儀也被控告妨害電腦使用 清風再次對林韋哲徹底心思 IG洋洋灑灑的寫下了兩篇長文痛訴 2004年,我創作小情歌寫下這句歌詞 我想我很適合當一個歌頌者 2019年,我隱身創作了歌頌者這首歌 歌頌這三個字,我自贏小情歌歌詞 今天,他卻表達歌頌者三個字是他給的意見 讓我不可置信 清風還原事件經過說 2018年已在雙方律師見證下簽署合約終止協議書 確認此取的合約終止 林韋哲也告訴他 要妥善處理,好聚好散 沒想到最後的發展是在隔年受到對方的存證信函 之後又對他提出假處分,民事刑事訴訟等 我的律師苦笑的說,他送你全餐耶 他被告後第一次見到林韋哲 檢察官希望能夠促成和解 而林韋哲開出的條件 就是要蘇打律所有寫過的詞曲和解破局 後來清風幾次出庭 都遭到林韋哲情緒性自演攻擊 一次又一次,我終究心死了 其實從107年的12月31日發共同聲明開始 我就一直記得林先生告訴我 我們要好聚好散 然後告訴我們要妥善處理 他甚至說他希望我們可以樹立典範 告訴大家 不是所有藝人跟經紀公司結束都非得要撕破臉 所以一直到現在我還是不能理解 我一直以來這麼盲目相信的一位老師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一個我曾經視為父親的人 如果是因為不甘心 其實也沒有必要完全不溝通 完全不聯絡 直接用稿的 那更遺憾的是因為這件事情 真的說實在 包括你們在內 都浪費了好多好多人的生命 我覺得這些時間 如果一個創作者 可以好好去寫作該有多好 其實這些事情我都還能面對 但是唯一想起來真的會難過 有時候會有點扛不住的是 是想到媽媽現在還得要擔心這件事情 這是我最難過的 所以 還是再次謝謝大家的關心 我會加油 謝謝 各位覺得這樣子 對清風是一種忽虜 這裡這裡 當然啊 好 走這邊 各位覺得她太貪心了 謝謝 謝謝 清風還透露 她2019年參加歌手時 其實已經收到林韋哲提告 卻沒有告訴任何人 只是回到飯店默默流淚 她曾向律師提過乾脆認輸 當作花錢買教訓 但律師告訴她 她是第一個唱自己的歌被告的歌手 如果不具理力爭 會害到未來其他的創作人 我一直在為了未來我不認識 但可能面對一樣事情的創作者 拼命面對著 她也告誡年輕創作者 一定要仔細看清楚合約 謝謝 謝謝 謝謝